嗨大家好 今天我要给你介绍最新最热门的东西 就是ChatGPT插件的开发 通过本视频 你将学习到ChatGPT插件的基本知识和开发流程 然后我会带你通过官方案例 来了解如何从零开始开发一个插件 现在可能大部分人还无法访问插件功能 但是别着急 开发ChatGPT插件的主要工作并不需要插件权限 并且其开发也非常简单 不要再等了 快来掌握ChatGPT插件的开发 先人一步才能待遇翻翻 这是最近我通过学习ChatGPT插件的官方文档 整理了一份电子版资料 这份资料完全免费的送给看视频的小伙伴们 你可以通过视频说明中提供的链接访问并下载 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会为你介绍这份资料的主要内容 相信当你开始实际开发时 这份资料也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 首先让我们来先简单介绍一下ChatGPT插件是什么 ChatGPT插件可以将ChatGPT连接到第三方应用程序 让ChatGPT能够与开发人员定义的API进行交互 从而让ChatGPT变得更加的强大 比如说它可以帮你检索本地天气、体育比赛等实时信息 还可以帮你检索公司文件、个人笔记等知识库信息 甚至可以帮你订机票、预订餐厅等等 假如你问ChatGPT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ChatGPT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傻傻的回答我不知道 而是会调用天气相关的插件API 然后根据API返回的数据生成面向用户的答案 你看这样用户就可以得到更加准确及时的答案 以后ChatGPT就真的会成为我们AI的助手随时随地为你服务了 要进行ChatGPT差价的开发 首先需要了解几个主要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API服务 API服务听起来非常高大 其实就是一个提供服务端口的程序 它可以响应其他人发来的请求 你可以理解为它就类似于咨询处的客服人员一样 你打电话过去问问题 它就告诉你答案 另外三个关键词 它都是来围绕API服务的 其中Manifest清单文件 它描述了API服务的功能 也就是告诉别人 这个API服务是干什么的 OpenAPI规范文件 是描述API服务的各种接口参数响应方式的文件 它是用来告诉别人如何使用这个API服务 最后一个就是身份验证 它定义了谁可以访问这个API服务 在ChatGPT差价的开发过程中 这几个概念是最重要的 后面我们还会反复的见到它们 先来看看我画的这个ChatGPT差价的开发和运行的示意图 整体上它可以分为API服务段 以及ChatGPT UI用户段 API服务段的主要功能 是提供API服务用于监听ChatGPT的请求 并处理业务逻辑返回结果 同时API服务段还存储由 Manifest清单文件以及OpenAPI的规格文件 供插件安装和使用时调用 ChatGPT UI的用户端主要功能 则是包括开发者注册插件 用户激活插件 用户与ChatGPT的对话等 当用户输入问题时 ChatGPT模型会根据用户的输入 来判断是否调用API 最后根据API返回的结果 生成给用户的答复 通过这个图你就会发现 实际开发的部分都是在API服务段 对开发者来说在ChatGPT端 只需要注册插件并进行测试即可 所以就算是现在还没有插件的权限 也一样可以开始准备了 好的下面我为你列出了插件开发和使用的流程 它共分为六个步骤 前三步是构建API服务 准备插件清单文件和OpenAPI规范文件 这些我们马上就能开工了 第四步是安装和测试 这个得等到开通插件使用权限后才能来做 所以别着急 只能慢慢等 第五步第六步 它不是咱们开发者干的事 是需要用户来完成的 你看开发的重头戏其实就是第一项构建API服务 提它的第二项第三项它只是准备相应的文档罢了 咱们上面介绍了插件开发的基本概念和流程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官方的案例来看看如何从零开始制作一个插件 这个例子它是一个代办事项的API服务 它是使用Python来编写的 第一步当然是构建API服务了 在Python里面有不少的开发库可以实现这种网络服务的功能 本实例中它使用的是Quad开发库 并且还使用了Quadcos来解决这种跨原资源共享的问题 如果想了解这两个库的详细信息 可以去访问它们的官方主页 最后导入了Request来处理HTTP的请求 导入上面的库之后 这个代码它创建了Quad应用程序的一个实例 并通过Quadcos库设置了COS的策略 这里通过AllowOrigin来限制只允许来自ChatGPT的请求访问 下面的代码是首先它定义了一个字典变量来存储突度 再定义了一个新的HTTPPOST的请求端点 当客户向这个路径发送POST的请求时 这个Quad就会调用对应的AddToDo函数来为用户添加新的代办实项 另外这个程序还定义了处理HTTP GET以及Delete的请求函数 分别用于读取和删除ToDo的代办实项 此程序中还有几个GET的请求端点 用于读取Log还有AIPlug的Jawson文件 以及OpenAI的规范请求文件 从这个代码我们可以看到 AIPlugin.jawson文件被重新定向到了Manifest.jawson文件上去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准备这个Manifest.jawson文件就可以了 最后用APP.run启动API服务 那就算大功告成了 至此API服务代码部分就全部完成了 接下来咱们得创建清单文件 别忘了每一个插件都需要一个AI plug-in.jawson的清单文件 这个文件记录着插件的基本信息和API服务的身份验证设置 系统安装插件时会在后台寻找这个文件 如果找不到的话则无法安装插件 这个清单文件最少需要包含以下内容 尤其的注意的是这个Description for Model这个字段 写的不好的话会直接影响ChatGPT对我们API服务的调用 所以要认真研究一下 看看该怎么写才能让模型更好的调用我们的API服务 那具体的内容可以参考第2.5节 还有如果你的数据很重要的话 就需要配置用户身份验证 这可是涉及到我们数据安全的重要设置 这个例子当中并没有设置用户身份验证 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字段和选项 那开发过程中你可以参考我文档里面的说明 这里我们就不啰嗦了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OpenAI规范文件 Manifest的文件中的描述它只能提供ChatGPT模型的一个概述 但是要正确的调用API就需要API的各种功能的更加细节的描述 ChatGPT模型通过开发者提供的OpenAI规范文件来获取这些信息 规范文件详细描述了API的端点 输入参数 输出结果和错误状态等等 还有其他的与API相关的原数据 那这个文章可能有点长 尤其是你的服务比较多的时候 这里你可以使用这个SwaggerEditor来帮你准备并测试规范文件是否设置正确 另外如果你用Fast API进行API开发的话 据说它可以自动生成这个文件 我还没有试过 反正ChatGPT它是这么说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注册和运行插件了 不过很可惜 这得等OpenAI给我们开封插件功能之后才能进行尝试 那咱们现在只能先了解了解 那插件运行可以支持远程服务器注册的方式运行 也可以在本地机器注册的方式上运行 那远程服务器就很好理解了 毕竟是最常用的一个方式 那为什么要支持本地服务器呢 我觉得可能是为了方便我们访问本机上的一些资源吧 在文档里我为你准备了完整的插件注册流程图 下面给你展示几张 首先是插件功能开放后的界面 这个一如既往的非常朴素 那左边的model可以选择plugins 当我们选择plugins之后 右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plugins到了 点击这个plugins到 就会看到下面的这个style出现了 但是这个目前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插件商店 更像是一个提示框 这里的四张图上面两张是插件验证的界面 验证完成之后就会显示右边的图片 下面两张是安装的图片 安装完成之后也会显示类似于这个界面的图 到此为止咱们插件开发的流程就算是走完了 恭喜你已经了解插件的开发了 你可以给自己点个赞 也顺便给本视频点个赞 下面我再给你介绍几个需要关注的点 第一点是2.5节如何准备描述 要想插件安装后被正确的调用 就得看我们描述写的有多好了 OpenAI给咱们提供了不少的方法和例子 帮我们理解如何准备描述 这些方法和例子都非常值得学习 那第二点六节呢 是为你介绍调试功能 ChaseGPT中也提供了一个debug的方式 它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调试信息 帮助我们测试插件 那第二点七节呢 是关于插件身份验证的说明 关于身份验证啊 除了刚才我们例子当中的不需要任何的验证啊 它还支持三种身份验证方式 那OpenAI推荐的第一种方式呢 是这个server level的 也就是服务级别的验证方式 也就是啊 你给ChaseGPT准备一个统一的访问权限 只要是来自ChaseGPT的访问 都是可以直接访问的 还有一个呢 是用户级别的一个验证 这个呢 需要用户输入自己的账号和密码来验证 但是这样的话呢 ChaseGPT呢 会保存用户的密码 所以OpenAI更推荐使用这个OAuth开放授权的方式 这个方式呢 它就类似于很多apt或网站支持使用谷歌账号登录一样 用户呢 在谷歌网站上输入密码进行验证登录 这样呢用户啊会觉得更加安全的可靠 以上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我的感觉啊 开发掺件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了 不用等到插件权限的开放 今后啊我还会继续分享更多的开发实战案例 记得关注我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了解ChaseGPT等AI领域的最新技术 感谢你的收看